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這個氣王就是當地的特產 大家已經挖完了珍珠了 哇 這個是水族館裡面最漂亮的水母 好漂亮 哇 太美了 好優雅喔 太漂亮齁 不同品種的水母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這是真的耶 這不是假的耶 這真的 哇 好可愛喔 好像精靈一樣齁 哇 那個姿勢非常的優美 看到這些魚在這邊游來游去齁 這水仔魚齁 哇 這是 麻 還有紅茶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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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魚我差不多百幾種齁 好可愛齁 看到他們這樣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齁 這樣很自在齁 哇 這隻酒班 這個就是水族館齁 他們非常輕鬆的在這邊游 所以有時候看他們把它關起來啊 在這邊跟我們說哈囉 哈囉 在99島 要下船的地方 就有一個水族館 喔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喔 即使可以 Caraa 牆在那裡 架在那裡 這個 99島 這個大水族館齁 裡面齁 有120種齁 還有13萬隻的生物 所以這個水族館也是很出名 所以在這裡,我們剛才看到水母交響夜庭 這也是這裡最出名的 剛才我們在看的水母交響夜庭 這裡差不多有100種的水母 其實那水母都是由99島裡面挖上來的 然後它還有定期的時間看海豚表演 好可愛 超可愛的 烏龜 小烏龜 出國就是這樣 我想水族館大家都去過了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叫佑德道河神社 這個佑德道河神社 也是號稱為日本三大道河神社之一 叫做福建道河 我們來看到這個道河神社 看到它都蓋在非常漂亮的地方 所以它的建築物用珠紅色 這裏的背景 所以讓我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這裡面它有分為玉本殿 還有一個拜殿 樓門和建築物 都整個 整個色彩非常的漂亮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可以說彩色的那個色殿 這個背後的那個正殿 在那個 剛才在那個山鼻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很漂亮的那個義勒神殿 所以這個 這是日本的三大道河神社 所以非常的壯觀 那今天來到這邊 正好碰到下一天 所以就很少人上來 所以在這個非常華麗 這個道河神社 也可以用華麗 雍容華過來形容 所以它贏得了一個美稱 那個美稱叫做正希日光的美稱 所以裡面供奉著的是 衣食柱的那個組織 當時也是在 這個道河神社就是在保佑 五股豐收 做生理的人 商業 蒼蒼 然後 家印要繁榮 那如果獵魚的人要豐收 那如果我們拜交通安全 所以它就是我們安全的守護神 所以受到大家人很大的信奉 這個道河神社 所以說 這個道河神社他們的估計 每年差不多有280萬的信眾 來這裡參拜 所以280萬人喔 所以這是日本三大道河神社 日本的三大 日本的三大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的華麗喔 非常的漂亮 加上秋天來的時候 哇 枫葉震紅 那有一些枫葉也掉了喔 所以真的非常的漂亮 整個用珠紅色的喔 真的是 能說 華麗的威榮喔 啊我們雍容華貴喔 配上現在正好五彩色的楓葉就在這裡 喔 這一次來還是看到很漂亮的楓葉 喔 這個 這個喔 是不是已經有五個顏色了喔 好多顏色 撐吃在一起喔 還有一些加上配上一些野花 很漂亮喔 有水 很乾淨的水 就會看到鯉魚 這個就是祐德道河神社 所以說喔 它就是在補 план 補полне 補皮我們的十一柱形啦O 十一柱形喔 都補 pelo 所以這是一個很冷 kr糠的 很冷 kr� 在一個神社 非常的漂亮喔 你看這些咬真的是 有夠莊丸喔 很华丽 那我们已经看完了 又是傍晚了 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到 福岗市区 哇 我们已经进到福岗市区 我们已经进到我们的饭店 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 就是非常有名在福岗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海鹰 以前我们来看棒球的时候 都会来住这间海鹰饭店 现在就是叫做西尔顿 福岗的西尔顿 这是我们的饭店